有些法官MOD已经进化成了DLC的样子 Cowbridge收敛MOD一开始收费的 现在已经在分站可以直接下载 而MOD最令我惊讶的不是各种宣控的魔法 各种新型的武器 各种新报是新接下载 最令我惊讶的是 它重新定制了一套职业身份和一些风格 一共27种新职业 如果你喜欢腐败 可以作为腐败普通 在腐败教堂出身 使用和收集独败魔法和武器 如果你喜欢调香 可以作为调香时 在白金春出身 使用和会使用调香魔法和武器 如果你喜欢颠火 可以作为下坡立立的选民 在腐败普通 使用和收集独败 颠火魔法和武器 MOD更贴心的是会在游戏开始指明 职业套装在哪里能收集到 突出一个逼老贼 更讲道理 更有逻辑 不需要你瞎拆 瞎昏许 我玩了一天的颠火之夜 发现作者不仅仅是做了这个职业 还补齐了一整个颠火 你知道当我看到 那个不亚于本篇水平的颠火并春 我是多么快乐吗 这个颠火城不仅有地图改动 还有进入门梯子的改动 还有宝箱的改动 还有敌人的改动 还有NPC行为的改动 还有一期阴谷阴谋的改动 甚至你能感受到红衣的王城大功 还人玩家快的趁我来了 在最新的版本中还更新了颠火之王的克选Boss 颠火效果拉满 当然这个Boss难度很高 普通于红衫的新王化身 而且看起来就是改了新王化身的模型来用 如果你等不及六月份的黄金树之影DLC 不如现在就来Commeridge 开始还起来吧